打造人爱中心 以疑廉耻的融入观 和正确的价值观 敬老爱情等中华传统美 高亚林的人设崩塌 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一边立好男人人设 一边扑问自己的原配 前妻时尾的心酸 你想象不到 梳理细节 两人离婚并不久 而且是在魏佳出现后 高亚林有多喜欢肯嫩草 前妻时尾比她小11岁 爆料的女友魏佳比她小20岁 新欢徐子军 比她小26岁 73岁的谭永林说自己永远25 51岁的高亚林更厉害 虽然老了 但她的女人永远是爸 高亚林的毁灭是他房 全因为她的人设立得太高 不仅家友儿女中 夏东海这个好爸爸的角色 迷惑了大家 生活中 高亚林更是不止一次地 营造自己宠妻爱家 以及青年导师的形象 比如她曾经在节目中称 在爱老婆的人当中 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在和前妻时尾的一次访谈中还称 愿意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在国民老爸的光环加持下 高亚林还特别喜欢在直播中 营造青年导师人设 都到了该发愁的年纪了 压力大的跟我分享分享 我跟你们支支招 所有人都说夏爸爸好 我爸妈不如你 孩子们 我怎么可能有你亲爸亲妈爱你 哪个孩子不是爹妈的心头弱 还有怕帮不上你 其实这番话说得挺诚恳 哪怕他是在立人设 但道理说得挺好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把这番话改一下 作为晚辈 同样可以用他来劝劝高老师 所有人都说野花香 原配不如路边的野花 高大叔 哪个外面的姑娘能有原配爱你 哪个老公不是原配的心头肉 他又怕帮不上你 高亚林的瓜吃到现在 只看到魏加上蹿下跳 原配时尾却选择了沉默 整理细节才发现 为了成就高亚林 时尾付出了一个妻子 能付出的一切 原配时尾是在和高亚林交往了四年后 才把终生托付给了他 然而婚后 高亚林就原形毕露 对时尾开始了无锈指的扑 高亚林曾说 愿意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事实上是他让时尾主动放弃事业 美其名曰各自有分工 然后后来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们两个必须要有一个人 有所牺牲 一个有演员梦想的人 就让这个男人给扼杀掉 扼杀了 既然选择了相夫教子 做饭本来也是分内工作 但高亚林无时无刻都要展现 他的铺位技巧 专简好听的说 由此可见 高亚林深安人性 属于拿捏人性的高手 我说女人做饭很漂亮 我说你是一看天资聪慧 做饭一定好吃 但一旦你违背了他的意愿 高亚林的处理方式 就简单粗暴多了 女人要是再反对的时候 就大一天抽 打呀 我怕你结婚就那些好的都没了 为了成就高亚林 时尾不仅放弃了事业 还要时常忍受家暴 即便离婚 他也尽到了一个妻子最后的义务 漠不作声 淡出江湖 给高亚林一个体面 梳理细节 两人离婚并不久 而且是在魏佳出现后 翻看时尾的微博 2019年之前还一直在更新 内容也都跟高亚林有关 然而从19年开始就停更到现在 魏佳说自己2020年1月6日左右怀孕 11月6日左右生产 根据时间推算 他与高亚林在一起的时间 起码是2019年 2019年 时尾的微博停更 所以高亚林时尾的离婚 是否和魏佳有关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然而魏佳没高兴多久 又跳出来个许子军 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应 所以 无论魏佳发小作文表现得多委屈 都不值得同情 高亚林这个瓜可谓全员恶人 最受伤 最委屈 为高亚林付出最多的 其实是原配时尾 为了给高亚林这个 惺惺作态的男人保留体面 他做到了一个妻子 所能做到的一切